當談到學生們最常接觸的通訊介面時 UART 無疑是其中之一 它是一種晶片和其他設備之間傳輸數據的方式 現在,讓我們來介紹 嵌入式系統中最常使用的通訊介面之一 也就是 UART UART 只需要兩條線就能完成資料傳輸 分別是傳輸線TX 和接收線RX 機械方法是主機的TX 連接到重機的RX 而重機的TX 則連接到主機的RX 要注意的是,主機和重機在連接時 需要共用相同的地線 以確保訊號的穩定傳輸 UART 支援多種傳輸方式 包括單攻、半雙攻和全雙攻 要與 UART 進行通訊的設備 需要根據具體的通訊需求來設定通訊模式 UART 的傳輸速度相比 S-Code C 和 SPI 要低很多 因此通常用於較於低速的場合 儘管如此, UART 很難被淘汰 因為目前仍有許多系統和設備 都在用 UART UART 是一種非同步傳輸方式 也就是說它不需要依靠時鐘信號作為標準 而是使用以支速度的資料傳輸 這個速度就稱為包率或波特率 你會理解為機器人講話的速度 數字越大講話的速度就越快 以 9600 BPS 來說 理論上每秒可以傳輸 9600 個位元 每一個位元的傳輸時間就是 9600 分之 1 秒 也就是 104.16 微秒 每一個位元都必須要相同的速度傳輸 作為讀取訊號的標準 不同的速度也是相同的道理 如果速度不一樣 那資料讀取的過程就很容易失敗 UART 由下列訊號組合而成 分別是起始位元、資料位元、同位位元以及結束位元 平時 UART 會保持在高電位 當 UART 要傳送資料時 高電位就會轉成低電位 這樣代表發送了一個起始位元的訊號 接收端就知道說有訊號要準備傳送過來了 接下來要傳送資料 資料的傳輸方式是改變電位 來代表不同的資料 高電位為 1 低電位為 0 一次傳送 7 或 8 個位元 要注意 UART 的傳輸方式 是由最低有效位元 LSB 開始傳輸至最高有效位元 MSB 並且每一個位元都要以同樣的速度傳輸 統一標準 接著是同位位元 同位位元分別 O 同位位元和 G 同位位元 它的作用類似檢查碼 用來防止資料傳輸錯誤 以 O 同位位元為例 假設傳輸的資料為 111 0101 其中共有五個 E 那我的同位位元就會補上一個 E 使整筆資料的 E 為偶數 反之傳輸的資料為 0110101 其中共有四個 E 整筆資料的 E 已經是偶數了 那我同位位元就會補上一個 0 如果傳送的資料結果 其中的 E 並不是偶數 就代表資料錯誤 要重新傳輸資料 即同位位元也是同樣的道理 最後要傳一個結束位元 將低電位轉換成高電位 這樣代表發送了一個結束位元的訊號 這樣一筆完整的 UART 訊號就發送完成了 聰明的你可能發現 同位位元有一個 BUG 存在 當資料中有兩個資料都傳輸錯誤了怎麼辦 這就是這個方法最大的問題 它只能針對單一個資料除錯 有無法發現錯誤的可能 不過隨著硬體的提升 還有軟體的資源越加強大 UART 已經很少在使用同位位元了 目前大部分的 UART 傳送資料格式 已經把同位位元拔除 改為一個 70 位元 8 個資料位元和一個結束位元 UART 介紹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小夥伴們還想要聽其他東區界面的介紹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喔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